本节目由全新雷克萨斯ES冠名播出 孩子彤 他1865年生的嘛 整个时间周日 1898年9月26号吧应该是 蔡石口 他生在烂漫胡同嘛 然后他们俩之间只隔个 超过400米吧 我估计到蔡石口沙头的地方 就为什么吸引我 最初的一点就是说 他是个烈士嘛 他给中国整个历史的印象 就是他一个父死的嘛 然后他拒绝逃走嘛 被留下来了 他对鲜血的信仰 三岗五成对他的各种束缚 他一想打破这些束缚 第二个是他遇到康良这样的人 他们是这一种异端 他和这群人相逢 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新的改革的团体 我想把它放在整个19世纪 哎呦我现在太乱说了 然后哎呦我想说什么呢 对我来说最吸引我什么东西 就本质上还是对行动的渴望吧 就冲突嘛 身上的戏剧感 我想想 就是我想 就去试图去还原一下这个人的感觉 他为什么在每个地方做出这样的行动 但我怎么构成戏剧性我也不知道 对 就点 我想空间完成吧 空间比如刘洋 长沙 上海 北京 他身上所有的渴望 所有的失落 在每个场景里面都有 其实我最想想这个出发点在哪里啊 手机在哪 对 你要听什么 我最 因为我那场最希望的就是那个夜房法华寺那场 他就说过袁世凯那场 我的音乐 哎我就因为那个音有想想要拍这片子的 那天 你知道我脑像是这个场景的 我当时描述一段我特别 我的书比他比我说的好多了 我的书就写了 七点过后 蓝锡超进城前往金顶庙 谭思同泽前往袁世凯玉居的法华寺 一同去的可能还有徐世昌 他们应该乘坐罗车 从正阳门进入内城 没有路灯的北京 即将陷入黑暗 显出另一种面貌 夜晚的街道哭无于人 也没有任何照明 街道两旁堆砌着白色的矮墙 一眼看不到头 让人压抑得有些透不过气来 感觉自己仿佛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存活的使命 偶尔也看到一两个中国人 手里提着一个灯笼 从黑暗中呼闪出来的模糊轮廓 看上去好像穷困迷途的魂魄一般 他们也在找路 所有人都没有足够的光 这就是那种 就是贯穿了那么多代知识分子的那种家国情怀 我就挺想给大家看到这个维度的 这曾经是支配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他不是那种单调的英雄 还是困难 矛盾重重的英雄 但不管他多少困惑迷惘 多少有问题 但他仍然是个英雄 每次对话都是一次意外的相遇 彼此的探测 不可避免不可避免不安 以及自然到来的释然 他令你重审自我 一些时刻更为坚定 另一些时刻都充满怀疑 他也催你追问生活之意义 他也促你观察生活之矛盾 高速变化的时代 你个人意义危机的并存 没有更开放的对话 更多元的思考 才能追求一种兼容之道 在宽阔的世界中 做一个不协爱的人 我觉得无论是谭世彤 还是康悠文良起潮 都是热情有余 而才感不够 才感不是说他们个人的 这种智慧能力知识 而是说这个知识结构有问题吧 麻烦你老师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谢谢谢谢太好了 李天章教授 来自复旦大学的历史学家 也是上海史专家 当时他的一个解释就是说 要了解谭世彤在上海的短暂生涯 他在我脑海中立刻闪心 这个是1930年代 对一个比如说 你跟下谭世彤这样几天 他对充满好奇们来着 他们一般是怎么进入这个地 他们在老码头那边想着 他们怎么过来看一下 他们应该是这样 谭世彤那个时候是轮船招商局 现在我们称之为南外滩的 开始的那个地方 然后弃船过来 考游也都在这 他们从那边下轮船 然后进福州路买树 进莫海树馆参观 参观完了以后就听戏 1870年代以后京剧的传入 所以像谭世彤到这边来的话 他们也不陌生的 也可以听京剧 然后喝花酒 花酒都是从苏州 扬州 那个姑娘叫长山是吧 长山堂子 苏狱最高党的是苏狱 最高党是苏狱 最高党是苏狱 苏狱就是做谭子的 苏州来的 多半是好城市 就所有的激进的这种诉求 总会慢慢消融在这个消费主义的潮流之中 对一样在上海特别有 韩松来买那些编译局出的新书 在哪里买呢 也是在这 康有为在这边书局里边买书 然后在堂子里边听书语 欠这一屁股的嫖照 直接就回十六铺了 人家到船里面去逮他 要还那个嫖照 这是马相伯记的 不是我乱说的 我要交代一下 马相伯记的 马相伯记的 对 这地方其实给他们自由 对 在上海当时 西学 只要你愿意 你去感受 你会感受到 你都能拿到 我感受 对 对 我想问您你想象 就比如说当时 作为一个年轻人 突然来到这个地方 对他们的冲击 会是一个特别 因为年轻人 都是血脉喷脏 对 在当年谭诗彤到上海的时候 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各样的 新的发明 新的技术 不断的涌进来 而且很快 没有时间查到 电影和汽车 对 都已经在他发明的第二年 就进到上海来了 其实这个知识对他们来 是很陌生 又一团馄饨的过来吧 西里糊涂 对 对 花时间不够 他就跟一群 现在我们突然让我们谈AI一样 我们也西里糊涂的那种感觉 是吧 大数据 对 因为传统的知识结构不一样 但是 谭诗彤还是蛮具有的 远间作识 嗯 他抓住了一个信仰的问题 人心的问题 所以他不是提出叫以兴晚节吗 嗯 他想把这些东西就画起来 所以一绞在一锅粥 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思维方式 嗯 本质主义 Essential 对 老认为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东西是一破即破 一点突破全 全盘皆赢 我觉得这个 哎 我们这种本质主义怎么形成的 就是 卢家思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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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家思想觉得他内胜外亡 嗯 他如果是道德上这个 这个通过了以后 他在什么层面上都可以 嗯 都可以通行无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他们其实对整个中国的未来的走向 并不是太简直 你搞立宪 君主立宪 嗯 整个英国制度的那个架构 嗯 那郑观英说得清楚啊 嗯 王涛还熟悉啊 嗯 当年 哪怕我们学问往上数数到张太延 张太延后来很努力啊 年轻嘛 也好学 知识功底又好 嗯 但他不及啊 不及上面那一代人 整个的世界大师 嗯 那些那么样子熟悉 嗯 当时如果 戊戌变法的时候 把两代人 年轻人的 这种精力 才干 热情 和上一代人的 那种智慧 啊 那那那那种远见作实 嗯 然后把这个那样拼起来的话 那中国那个变法 说不定还可以搞搞 嗯 所以某种意义上也在这个地方也看到 整个知识的停滞 就我们 就知识并没有完成一代一代的 这个积累 反而是 某种意义上的就是都都停在那个地方 改变是 那主要还是跟清朝的清朝的决策 嗯 清朝 不断反复犹豫 嗯 那么他害怕汉人 对 害怕对汉人失控 嗯 你们搞改革搞得太远的话 嗯 我们怎么收回 其实他那个体质不配 嗯 当时有一个统计的话 当时中国的财富总量是排在大英帝国之后 嗯 嗯 这种伦理的东西这样冲破嘛 冲破这个这个罗网嘛 嗯 上海给他们一种这样的一种自由 对啊 上海就是这样一种 西方的制度 嗯 中国的文化 嗯 嗯 其实康有为这样的叫 保国保总保效 嗯 嗯 那么保什么呢 你用什么方法来保呢 嗯 我觉得谭世彤的意见更更好一点 嗯 嗯 虽然激 嗯 年轻嘛 他的那个胆子就大了 就 就是很多东西要扔掉 嗯 他当然也是刚刚接触那个西学 有热气 有这样 要用 要用西学把它融进来 嗯 把佛学也带进来 对对 大杂烩 大杂烩 商业艺术馆真的 那边 那边商业艺术馆 有啊 所以这基本上是知识界的硅谷 那种研发出来 但是赶紧市场化在这边 是是是是 是创业园区 对创业园区 对 Creator 对 那一代年轻人的想法多啊 嗯 那一代的 谭世彤以下的那一代年轻人的想法太多了 嗯 因为中国后来 会呈现出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嗯 想象空间很大 嗯 包括您现在就说 您觉得在这个现当代怎么去重新想象它呢 对重新的角度 怎么去理解它 我觉得 谭世彤是给中国的这个戊戌变法留了一块纪念碑 嗯 他意识到他的地位就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他必须做一个一个牺牲来确立这样一个纪念碑 或者您觉得在一个这样的烈士精神真的很必要吗 这种烈士的冲动 哎 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讲 我们没有办法拦他 但是整个社会需要有这样一个慢慢的一个渐进的改革的过程 嗯 嗯 但是呢 你我们不能责怪 谭世彤啊 某种意义上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后来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张太炎主张的这个革命就是错的 嗯 也不能错 因为你没得选择 嗯 我们 花了一百年的时间认识到中央杰权制度 嗯 需要改革 而同时到了27年以后我们又重建了这样一套 那这个是很 很遗憾的事情 嗯 但是呢 我觉得 是不是说那个梁启超说他是 清末的一颗彗星 对彗星 是吧 彗星 对 一颗彗星啊 彗星啊 这是很亮 嗯 很耀眼的 一下子过去 嗯 其实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人物 对个人是悲剧 嗯 对时代来讲是一种浪费 嗯 对不对 但是浪费的 浪费的年轻人是 常常态 对啊 很多 那么多有才华的就这么在 嗯 要么蹉跎水月 嗯 要么就是这个悲壮的这个结束 是啊 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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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最早是不是来过看过这儿啊 之前没有吗 我来过来过 就是啊 我很早就来找过的 过去应该是很大一个子吧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员 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 对于120年前那场维系运动 对于谭思彤 他做过大量的研究与考证 并提出了新颖的视角 自己建房子 我希望他能够给我提供更多的律师司机 是吧 我也挺好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他做的 嗯 这个他在的时间很短 但他小时候不在这边长大的吗 对小时候 最后那次很短 他那天八月初九吧 被抓走那天也在这儿 被抓走 在这儿抓走 对 来了 跟你走 嗯 我找的就是牛逼劲 为什么他那么坦然 我觉得他是愿意就是 认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嗯 而自己应该承担着责任 嗯 因此他很坦然的 就是 因为他到日本使馆了嘛 到日本使馆 日本使馆你不要走 日本使馆也帮了他 另外大道王武一再给他家 你在任何情况下 我都可以保护你 离开北京 嗯 嗯 绝对没有这种安全的问题 但他自从哪儿都不去 就在这儿等 因为这些人的晚清史的研究 特别物虚的研究 我们已经看得很明白 以谭自同 康有为 这几个人所策动的政变 无论如何 我们是同情他的 就是说爱国 同情他的这种改革的精神 但这个政变本身 肯定是有个提议 这个政变最终真的是谭提出来的吗 还是说有正义 你到底是谁提出的 最早提出的一个念头 我觉得应该是谭自同提出来的 因为这个 你从毕永年的日记里边可以看 排比当时那个一个 一个这种那个史料的逻辑环节 可以看出来 应该在策动这件事情 谭自同是很重要的一点 另外谭自同毕竟他有他的这个自由 大道王武是跟着他过来了 已经过来了 那么另外就和军方去交涉 也是谭自同的这个办法 凉几条大概可能给原创 还挂不上画 包括您想象一下 比如他30岁出生年轻人 突然进北京 进入了军机四张经 然后就见过皇上一次还应该是 就见过一次吧 考证上 他不 他都见得多 多吗 但是考证不就见一次 谭自同不是 谭自同他是军机处的这种小战经 当时光顺皇帝是想用这四个小战经 来替换那几个军机大臣 对 就皇帝移驾到哪去 这些军机大臣战经都是跟随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他总共他处理他们几个人才干了多少钱 干了十多天 对十多天 就两个礼拜也就是 对对对 哎呦 肯定好是吗 马上你胖了都做的比较费劲 对 您觉得如果生活中碰到他 你会喜欢他吗 我觉得可能会喜欢 但是不可能交成这种很亲密的朋友 嗯 我总觉得他这种是给别人交往是有一点的那种 有一种这个也有点障碍有点问题 就大概是应该是随着你相信自己的判断 特别自信 对不愿意接纳别人的看法 包括他们就这么年轻人突然有这么大一个权力 他们你觉得对谭之头是什么样的感觉 什么样的冲击呢 那当然可以办大事了 嗯 谭之头应该很当中一回事 嗯 四个人他们只有他 嗯 是没有官场的历练 嗯 我觉得他所有的关键点就是信了这个 有矛盾 官场有 两宫有矛盾 我们今天读史料的时候就 凡是和两宫有过直接接触的人 嗯 没有人讲 没有人愿意是两宫有矛盾 嗯 所以你看你觉得两宫矛盾是可能想象出来的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主要就是 他从开始对这个原来的判断以后这两年 主要就在于光臣皇帝一样的七少的冒情面的 嗯 成立的面 嗯 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实际性非常强 但是光臣皇帝多说了一句话 我这几天去园子看太后 起伤好了我带过去 嗯 我们今天可以充分解释 我带过去 嗯 给太后商量下来 把把关 把把关 或者如何都可以 但是这件事就引起了两个误会 嗯 一个摊子路误会一直扛 摊子路误会在哪呢 摊子路误会就说皇上没去 他之前就皇上这种事就直接就定了 嗯 而且十个星期以后有这么了不起的事情 康维误会在哪呢 摊子路回去不就给康维讲了 嗯 皇上今天让我起草这个读辑 嗯 摊子路应该是要表达吧 嗯 就说康维说 哎 哥们 你先别走啊 我去找徐子进去 嗯 看他让他推荐几个名单 康维的想法是 赶快给毛青年 让他咱们几个人占位去 嗯 这个误会呢 也是导致后来几天 北京这个 以遥远死期的原因 因为康维很快把这个消息散布出来 散布出来 皇上去请示了 要设到这个毛青年 嗯 结果第二天没消息了 第三天 说太后不同了 就越传了这个事情成为一个导火座 嗯 嗯 那就皇上给太后之间发生了 剧烈的事 为了设计 改革的事 发生了你的事 音乐 词 不信 掌头 买 美苹 要是普通的道理 和声 下面 那种还有吗 没有了 那五个肉包子五个 辣椒肉卷吧 一共十块钱吗 真的 没有了 这个好好吃 漂亮 那名字 你们找到最后别过来了 我以为你们先到熟学堂 没有 先吃早饭再去 吃一口 这个是很典型的 长沙人吃的粉 湖南人吃辣椒 历史什么时候开始 具体来说应该是 康熙乾隆年间开始 很奇怪 和西方一样 它也是辣椒 隐喻意大利以后 托文一下就爆发了一场文艺复兴 那么这个辣椒 引进到湖南以后 那么曾国方左中堂一群人就有兴趣了 所以 有牛蒙都提着 靠辣椒崛起的 我个人认为 那现在 湖南人还是辣椒 也不违心了 也不革命了 也不违心了 太娱乐 舒服着 在街上 非常的杂浪和粉浪 对 西方街 它是一条沙市场 香学报 在这儿啊 林大蒙 湖南当地学者 在长沙 它成为我的向导 带我去接近那个 暖清湖南的分离 还是从正式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 这应该是属于长沙最市民的部分了吧 但北边呢 就是这一批地方 对不起 对不起 但是 长沙的老人都说这样的 他也 他也不会 怎么样 但是他一定要跟你讲 一个道理 对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擦迁了 立刻走到另一个世界了 这一片地方全部都是乌学的 所以过去这是规模很大的 因为它里面要住学生以后 至少它第一批就找了40多个学生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当年 湖南的某种人像维新的中心 维新的中心 也是全国思想的中心 对 尽管很短暂 很短暂 持续了半年也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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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住这个地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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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陈家出现时 他的祖辈曾是梁启超的学生 解放前 陈家举资购入食物学堂的一小部分 并守护至今 谭世彤赴经违心前的最后印记 才得以稍稍保存 那个时候在中国的热泄青年 他们真的就是像梁启超 谭世彤这样子 就是说 我觉得我这一生 应该是献给这个国家 献给人民 我后来看梁启超 他的演讲我就非常感动 因为他自己才比蔡厄大不了多少 那谭世彤那个时候 设备上是老师 但是他们都是 怎么讲 不但是有热血 而他们书读得很好 那么就是说 他们就从广东来 一批改革开放 最早的这些 最早的改革开放 从广东过来 对 陈老师您坐这 您就坐好了 陈老师您坐好了 关于谭的死 以及后面的邱锦的死 他们应该是一种相续的 当然他们有不同 有本质的不同 邱锦是革命的 革命 我个人甚至认为 就是说谭世彤的死 他们已经断绝了一些人 幻象断绕了 至少是他们失去了一部分希望 你把所有的路都断掉了 你不上梁上不行了 你没路可走了 所以这个弗兰成为激烈之地了 就是讲 你变法的人 想要违心变法的人也杀掉了 你想要稍微改良的人也杀掉了 你搞教育的人也把他杀掉了 最后面我没有路走了 弗兰经常讲一句话 叫做要死卵朝天 不死万万年 或者不死当神仙 不怕死 我觉得我们在路上碰那个大爷 碰一下之后 就跟你要干起来那种 要死卵朝天 让他心里干一下 告诉他 干起来 对 特别湖南 对 促成 肯定促成他那个死亡的原因 肯定不止一种 对 一味的强调 只是为了革命什么的 为了什么变法 我觉得那还是 那其实也没有抬高他 反而显得这个人很单调 对 我想不出 你想不出任何一个原因 为了一个变法 非要去死人 对 那我爷爷的 他比谭世彤小 14岁 谭世彤牺牲的时候 他是19岁 他已经在狐林医 那个增营书院读书 我看了他写的东西 他有这方面的回忆 他就是说谭世彤呢 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他说如果他不死 他爸爸就会死 因为他在那个时代 他应该是有直接的感觉 他是编了很多信了 那是一方面 但是他如果是逃掉 像康野外来走掉 他就没命 他爸爸就没命 您说那天晚上他的路上什么什么心情啊 你看原来看那苗鞋就是他的大愤怒眼睛冒着血 我讲就是实际上就是一种信息不对称嘛 想象作为这种决策的前提了 但是后来我就说实际上是这个历史非常可惜 就后来好多都说不清的原因 就因为把这六位人都杀死了 嗯 从Prada Tiffany再到法华寺 任意你一个警察来了 我以前来过看过戏 我好久没来过这儿了 好久没来过 对 我们算看了看茶馆 对茶馆第一场不就是戊戌之后吗 对 您知道原来这法华寺的遗址在哪里吗 就是前面一个宿舍楼吗 再往前 对对对 这是法华 过去法华寺就这儿是吧 对对对 过去应该很大一片吧 对 那一片挺大的 拆光了 还用一点的房有没有 太可惜了 房子没有了 你找个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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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是吗 对 我找个遗址 那是101号 你刺在这边吗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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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个遗址 别打个遗址 有规定是吗 对 嗯 马上您说 活在现在2018年 比如对一些年轻人 他想去理解 谭思彤这样的人格 或他的行为 这种可能性大吗 或者说 怎么去理解 你在网上你要开一批 一下这个问题了 我估计会把回答会五花八门 嗯 年轻的现在肯定不能理解 就凭什么就是一定要死掉 嗯 能逃就逃了 嗯 再把它会再想问题了 嗯 我觉得我们可能从物须的教训当中来看 嗯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 嗯 就是每一个人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嗯 因为我们今天去读康有为的这个上书 去读康有为和总理亚民大臣的对谈 嗯 我们过去只要看回都是像牛逼哄哄的 好像是这个 嗯 好多建议 嗯 避制改革 嗯 国际贸易平衡 嗯 它都有 嗯 但是这些今天我们真正去分析的话 嗯 它这些东西 在张英环 嗯 李鸿章的眼里边 你太小而可 嗯 因此你看他谈完之后 连他的恩主都觉得不耐烦 嗯 狂 狂 他 古诺为什么讲他狂 嗯 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体制内的大权 嗯 要么是已经做了 要么是我们知道 嗯 而没能做 嗯 所以我讲知识人呢要守住自己的边界 就是说你的议论 嗯 一定要注意到边界什么呢 就是 其实体制内的 高层 比我们知识人得到的信息 嗯 要多 要全面 要更 重要 所以我讲可能如果我们去理解一八九 九八年 就今天对我们来讲的话 可能我觉得在这一点 嗯 要反思一下 就是可能知识人要守住自己的边界 当然政治家呢 我觉得也要见得好 嗯 哎呀 政治家那么多有个宽容心 我就觉得这个 就是这个上来就把这个一个星期 把这几个人给杀掉 我觉得政治家太心胸太小 嗯 就如果不是这么一个结局 而是通过了充分的审判 通分的辩误 那么我们这个事情今天何要我们这样讨论吗 不要讨论了 嗯 假设推理都不需要 嗯 那就至少这些案件 卷宗都可以呈现出来 我们今天这个事情为什么让我们都很牛逼 嗯 因为没有资料嘛 可以猜是吧 对有资料的话我们都不牛逼 呵呵呵 一个良性的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格式其极嘛 每个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嗯 当然汤自从康尹为这一代人呢 毕竟是出了一个过渡期 嗯 转型期 我们讲说起来未有之巨变 嗯 也就从1895来开始 嗯 一个社会没有形成 说这个时候 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 可以从户序当中看到很多问题 另外就是说带着一种宽容的 毕竟是近代早期嘛 对吧 1898年9月22日 编法失败后一天 谭子彤进入日本公使馆 随身携带了著作与诗文 加出于稿本述册 请求梁启超保存 他劝梁东渡日本 自己则留下 并以成因处旧 越照与西乡这两个例子来位接梁与自己 在另一则更为生动的回忆中 谭子彤还说 海外有很多广东法乔 梁启超可以鼓动他们 建立新的变革基础 而自己作为一个言语不通的湖南人 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说完这些 他们遂相遇一报而别 我前往刘洋 首先是对他的葬身之地很感兴趣 我很想知道当地人 怎么看待他的死亡 包括他的墓碑 想知道当地人怎么去理解他 我也很想知道 当地人到底吃什么 看着什么样的山川田野 他的夜晚又是怎样 打我鸡 谁要 谢谢 谢谢 你觉得谭子彤会喜欢放烟花吗 我觉得谭子彤的性格的话 应该说他一个向我美好 另外一个能够忍受寂寞 我们就是到这儿配手 他比烟花更寂寞 第一次点这么大的一个烟花 叫什么名字烟花 烟花叫什么名字 喜喜乐 喜喜乐 好吗 在这么一个纪念一个悲伤的人 点一个喜喜乐 好 好 感谢观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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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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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她是一個溫柔 多愁 敏感 悲觀 浪漫的 很追求真理的 又熱情思火 又很純潔 若冰霜 這樣一個人 那現在有個彈奢童這樣的 得完姑娘不都混了嗎 她健身 她健身 說啊什麼的啊 一點點油 我男人還是容易走極端 烈士 要不然 對 我們一般都說 那是我們姿勢上的點 彈奢童還有點想生命點 我想一想吧 就是 我覺得她情傷有點低 情傷低 這不是要聽知己的事嗎 你說呗 就是 我這彈奢童這麼解釋真是很二次 情傷 有關 一孔 你 是